当一个人看见鬼时 到底是超自然原因 还是这个人心里本身有问题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电影 鬼故事 阿古是一名反超自然论的心理学教授 在他看来呀 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为此他开设了一个TV节目 专门用来戳穿那些招摇撞片的 临媒人士 在纪录片中 他声称自己这样的做法 是受到儿时偶像查尔斯教授影响 当时的查尔斯与现在的阿古一样 是一名心理学教授 他专门走访那些闹鬼的人家 经过一番调查呀 然后用合理的科学解释 表示所谓的闹鬼 只是当事人心理问题导致的异想 这天阿古收到一个包裹 他打开查看 既然是查尔斯教授寄来的 后者用录音带表示 想跟阿古见一面 阿古心情激动 他精心打扮 来到约定的地点 却发现查尔斯教授 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冷静 他神经兮兮地告诉阿古 他们之前的研究全是错的 超自然力量真的存在 他递给阿古三份文件 表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 三件无法解释的灵异案件 他希望阿古能帮忙调查 以证明自己是错的 阿古同意了 走出教授家后 他回头一看 忽然间 他发现屋内有一个神秘的兜帽身影 他有点慌张 迅速离开了 第一个案件呢 是关于一个守夜人大叔的 多年前 他曾在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 当夜班保安 他的女儿患有四肢瘫痪的 闭锁综合症 但因太过害怕 他从来没有去探望过他 一天晚上上班 大叔正百无聊赖地听着收音机 忽然间停电了 他出门查看 来到废弃的精神病室 却忽然被人反锁在里面 他慌乱地拿手电筒罩着 昏暗中 他看见一个恐怖的黄衣小女孩 出现在他面前 他紧紧地抱住他 诡异地喊他爸爸 还把长满尖爪的手 伸进大叔的嘴里 大叔吓得动也不敢动 听完 阿古找到教区的牧师 因为自从那天后啊 大叔就皈依了基督教 阿古跟牧师进行了交谈 他指出 这明显就是大叔 对没探望女儿产生了愧疚 从而产生了幻觉 第二个案件呢 是关于一个叫西蒙的青少年 阿古来到他家 在上楼的过程中啊 阿古在墙上的一张照片上 再次发现了神秘的兜帽身影 很快西蒙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原来呀 他是一个受到父母严厉管教的孩子 几年前在嫁考失败后 由于担心父母责骂 他开着父母的车 在森林中转悠 迟迟不敢回家 忽然间 西蒙不小心撞上了什么东西 他下车一看 竟然是一个羊头人身的怪物 他吓得当即就跑 可没开几里 车子就奇怪地失去动力 这时车后门被打开 一个怪物抓住了西蒙的肩膀 西蒙吓破了胆 打开车门狂奔 一路冲进树林 却又遭到一个更大怪物的攻击 最后 阿古亲自来到西蒙所说的森林中 在这里呢 他看见一个形如怪物的土堆 他意识到 西蒙肯定是因为在父母的压力下 形成了软弱怕事的性格 所以呢 才在当晚产生了幻觉 他回到车旁 可这时他看见 车里竟然坐着一个 面如死灰的自己 阿古大惊失色 他猛地拉开车门 另一个自己却消失了 第三个案件 是关于一个富有的中年男人 他一边带着阿古在田野散步 一边讲述着自己的经历 中途 阿古又望见了神秘的兜帽身影 他吓一跳 但很快啊 还是把注意力 集中到男人的叙述上 多年前 男人本打算要一个孩子 但他的妻子 坚持要当上公司股东后再生 可等他当上时 由于年纪大了 怀上的宝宝的状况 并不是很好 为此妻子住进了医院 而在这期间 男人就独自住在家里 但就在那几天怪事不断发生 先是婴儿室里的物品自己会移动 然后洗手间里发出莫名的水滴声 最后在一天晚上睡觉时 男人听到婴儿室里有一样的响动 他过去查看 却惊恐地发现婴儿床上的床单 竟然自己在空中舞动 紧接着室内的温度急剧降低 花朵枯萎 男人也冷得打哆嗦 这时房内传来低语声 男人的妻子竟然在角落出现 他嘴里说着我们都死了 他冲过来神色诡异 就在第二天 男人接到电话 自己的妻子难缠死了 而生下来的孩子 也是个长相恐怖的畸形儿 听着男人的叙述 阿古有点难以置信 而这时 男人忽然把手中的枪口一转 引枪自尽了 阿古吓得不行 他急匆匆地赶回教授家 虽然惊恐 但他还是坚称 那些人只不过是心理压力过大 导致了幻觉 他指责教授 说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竟然仅凭对方说的几句鬼故事 就下成这样 他说 除非自己亲眼所见 不然他不会相信 这世上有鬼 可接下来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教授忽然撕开了自己的脸 阿古慌得连连后退 这时教授摘下了整个脸皮 原来教授是被假扮的 他的真身是案件三中的男人 阿古不敢相信 这时男人站起来 他双手一伸 一瞬间就离好了自己乱发 气氛十分诡异 男人指了指房顶的角落说 你不是相信严见为实吗 那看好了 在震惊中 阿古看到 男人竟然直接把房屋撕开了一道口子 一瞬间 现实空间碎裂 男人带阿古走进一扇门 两人来到了另一个空间 阿古紧张地跟随着男人的脚步 两人来到一座小溪边 阿古心中隐隐不安 他似乎认识这个地方 他一回头 男人不见了 小溪边的房屋 出现两个少年 他们冲阿古打招呼 仿佛是老乡时一般 原来啊 这是阿古的回忆 随着少年的呼唤 阿古进入了自己的记忆 他变成了年少的自己 那时的他胆小懦弱 在两名少年同学的挑衅下 他站在角落被他们欺负着 这时戴兜帽的神秘身影出现了 原来 他是阿古当年的另一名同学 德西 由于先天弱智 憨厚的他经常被同学愚弄 两名霸凌者一一见到他 便糊弄他进入房屋里的地道 他们表示 只要德西一直往里走 找到地道最里面的数次 他们以后就跟他一起玩 由于知道这是骗局 阿古本想阻止 但霸凌者粗暴地打断了他 德西不断地往地道里走去 很快地道越来越窄 德西非常害怕 表示想出来 但霸凌者不同意 可这时德西哮喘发作了 他被困在地道里出不来 霸凌者见情况不对 马上跑走了 阿古很犹豫 他本想进去帮德西 可由于太过害怕 他还是选择了逃跑 最终德西死在了隧道里 回忆停止 阿古慌张地跑起来 他来到一条铁轨上 男人又出现了 他指责阿古害死了德西 阿古试图为自己辩解 但男人继续指责 他走到铁轨旁的婴儿床里 抱几个婴儿 他告诉阿古 其实阿古一直以来 致力于用科学戳穿灵异事件 其实不是为了帮助别人 而是为了逃避 他自己内心的阴影 男人转身离开 阿古跌坐在婴儿床边 忽然间都冒身影猛地出现 阿古吓得快哭了 他拼命地向德西道歉 说自己当年不应该抛下他 但诡异的德西 只是一个劲儿的笑着 他扯下阿古的外衣 里面竟然是一套病号服 接着他跟之前的男人一样 在现实空间中撕开一条口子 阿古被他拽进了一条过道 而在过道的尽头 有一张病床 在尖叫声中 阿古被推到了床上 德西牢牢地摁着他 还把一只手伸进他的嘴里 灯光闪烁 一切回到了现实中 阿古神志不清地躺在病床上 这时病房门推开 进来的竟然是 案件二中的西蒙 男人也走了进来 他显然是西蒙的上级 两人开始给阿古检查身体 自此真相大白 原来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阿古的幻想 因为年少犯下的过错 现实中的阿古一直活在愧疚中 最后他选择自杀 但却失败了 他患上了闭锁综合症 整日躺在医院中 神志不清 在他的脑海中 意想和现实不断交替 形成了笼罩他的巨大梦魇 在噩梦中 他把经常见到的西蒙和男人 幻想成了自己的案件对象 最后西蒙和男人走出病房 一个清洁工走了进来 没错 就是案件一中的守夜人大叔 因为经常来阿古病房打扫 他也被幻想成了案件对象 此时在画面边缘的椅子上 放着一个黄衣小女孩的人偶 在大叔愉快的哼歌声中 故事结束 鬼故事 2017年的一部英国恐怖片 虽然名字叫鬼故事 但其实一个鬼都没有 所有的一切都是阿古自己心里的鬼 实际上 片中的案件一到案件三 都是阿古自己的人生经历 因为从小受到父母严厉管教 所以阿古非常胆小怕事 而在一次意外害死同学后 他更是背上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在一次回家路上 他意外撞死了一只羊 却因心理问题 以为自己撞上了怪物 而长大后 因为王七和畸形孩子的压力 阿古的心理包袱越来越重 以至于开始产生 被鬼魂纠缠的幻象 除此之外 阿古噩梦中的所有幻象 都是来自于现实事物中的投射 比如案件一中的黄衣女孩 其实就是现实中的黄衣布偶 而她和德西把手指放入人嘴的行为 其实就象征着现实中阿古嘴里的软管 她在噩梦中的心理学家身份 其实就是自己内心的一部分理性在抗争 但无奈 由于心中的痛苦过于深重 她最终还是没能解放自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